20號最低溫出現在離島馬祖 只有2.7度 午後更下起冰線 是馬祖18年首建 冰線滴滴答答落在引擎蓋上 不一會兒車輛擋風玻璃的縫隙 就堆積透明潔冰晶體 還流來襲全台機動 外頭冷嗖嗖民眾包的密不透風 氣溫溜滑梯氣象局長真名店 更在臉書貼出溫度變化圖 顯示台北從19號上午7點的17度 到隔天8點完全不受日夜影響 陡峭直線一路降到11度 呈現出斷崖式降溫 證明點表示目前全台持續穩定降溫 台北站氣溫也還在下降 週日入夜前後會出現最低溫 溫度直直落 導致身體不適送醫的人數也增加 救護人員和死神僑命 宜蘭812歲阿嬤到院後 心韻恢復心跳 而在抓化救護車10萬火急 抵達急診室外頭 醫護人員動作迅速 將患者抬上病床送醫搶救 期限心肌梗塞的案件 將患者送往醫院做心肌管手術 已經非常穩定了 這兩天寒流發威氣溫都降 讓消防人員疲於奔命 同季十九二十號兩天 北部共三十五人命為送醫 其中以臺北十九人最多 中部的昭化南投雲林各四人 南部嘉義十四人 屏東一人 花蓮臺東也是各一人 全台共六十四人命為送醫 最年輕只有三十八歲 一是提醒日夜溫差大 更要做好保暖工作 天冷猝死以外頻傳民眾 如果身體不舒服 得趕緊就醫 別人一時疏忽 丟了寶貴性命 進入鮮紅爐蔡玉山台北採訪報導